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大的国际比赛日,而不幸的是,阿里圣比尔曼遭遇严重的FIFA病毒,内玛尔和姆巴佩在代表各自国家队出阵时受伤,而八天后,他们将迎来与利物普刀冠生死战。 在今天凌晨巴西伊比令战胜卡麦隆的友谊赛中,巴西头号球星内玛尔在比赛开场仅8分钟就受伤下场,但巴西队一初步判断认为他的伤并不是很严重。 巴西队一罗德里哥拉斯玛尔说,还需要时间去进行进一步的评估,有可能需要做和词共证,但是看起来他的伤并不重,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,24小时吧。 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,而在今天凌晨的另一场友谊赛中,法国队一比零战胜物拉圭。 姆巴佩在第36分钟黄身下场赛后,德尚在初期新闻发布会,时谈到了姆巴佩的伤情。 德尚说,她在摔倒之后肩膀有些疼痛,她需要在周三早上进行一些检查。 不过我们不需要特别担心,她只是有些疼,我不认为会出现撕裂的情况。 雪上加烧的是,媒体又一次披露了内玛尔与卡瓦尼不合的事实,而卡瓦尼也和纳布勒斯传出了转会传言。 作为欧管C组的对手,阿里圣日尔曼目前出现形势并不占优,他们四战之后,紧取的一剩两平一副击五分,排在同样击六分的纳布勒斯和利物府之后,八天后他们将迎来与利物府的欧管生死战,希望内玛尔和姆巴佩能及时复出。